美国网络科技业巨头雅虎的网络安全再次出现了严重披露 雅虎即今年9月爆出5亿用户数据泄露之后 日前再爆出全球各地的10亿雅虎用户资料遭黑客入侵并盗取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用户资料外泄事件 雅虎披露 不明身份黑客在2013年8月入侵雅虎网络 并盗取用户姓名、电子邮件、电话号码、出生日期 和加密密码等信息 而银行账户信息和信用卡资料则不受影响 雅虎声称这次事件是一起独立事件 同9月爆出的安全漏洞无关 并指涉案黑客已离开网络业 专家警告黑客盗取的都是用户的关键信息 这将成为他们入侵其他网络的垫脚石 消息曝光后 雅虎股价星期三下跌2.4% 并可能危及核心业务48亿3000万美元的收购计划 这项计划原定明年初完成 雅虎则声称公司的价值不会受影响 并表示已同执法单位紧密合作 对泄漏事件展开调查